首先第一个 当然我们背景做好了 再来就是要做什么 把这个吉祥物放过来 那这个吉祥物放过来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这个 本来吉祥物Ctrl- 本来这么小 Ctrl-加 因为这个解析度其实也蛮低的 一般的话都会解析度稍微高一点点 那像这一张 它的那个尺寸是 它这个地方显示是文件 你看不出它的那个什么大小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从那个什么 编辑里面的喜好设定吧 喜好设定里面 我上礼拜有讲过 你可以把喜好设定里面的那个单位 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改成那个 这个通通都把它改成 尺标部分都把它改成像素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部分就是 如果你按确定 将来你在显示那个尺寸部分的话 会比较清楚 不过这边 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 底下这边还有 这边底下有个文件的尺寸 你可以从这边文件尺寸点下去 它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张图的 它的解析度 有没有 宽的话是 255个像素 然后高的话呢 是 206个像素 那以这张图来看 这样的解析度真的太低了 放网页上还可以而已 如果说你将来要出图 或者去背 像现在比如说 像你要放网拍上面的那个图 一般会找模特来拍 那拍的时候 基本上当然至少一张图都是要千万像素的 那千万像素的图来做去背 会做的比较细一点点 所以像这张图 你顶多就是什么 大概而已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背 第一个 去背的功能呢 大概会需要用到的是在 按钮大概第三个第四个吧 各位点击下去 那点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套手工具 还有什么呢 多边形的套手工具 另外有个磁形套手工具 那这个是什么使用 这个是比较属于 比较细节部分的选取的时候 你可以用套手工具 那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用套手工具 那怎么把它套 特别是Ctrl加 你可以 那选的话 比如说从这边选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假如说你要把它绕一圈 其实最后是要绕到最后面 就会变一圈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光做一个 这个动作 大概就会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这个方法当然CtrlAutoZ 复原一下 这个方法 不是好方法 那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 各位可以看第二个拉扭 有没有看到一个 快速两个字哦 OK 还有什么呢 魔术棒工具 那这个其实顾名思义啦 其实就点下去 它就帮你选 不过前提是怎么样 前提是 你的背景 如果是单一颜色的话 它就可以很快帮你选取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现在很多那个背景 你去摄影棚里面 它都是单一个颜色 很简单嘛 因为那单一个颜色 它马上一选 换个背景 你马上就可以跑到 比如说 你要到什么 到埃及金字塔 或者 当然现在去巴黎 巴黎的那个 iPhone铁塔 好像怪怪的 那当然就是 如果你要合成的话 你背景马上可以去掉 马上可以换一张合成照片 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当然这个功能能不能用在这上面 看起来似乎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背景还算单纯 顶多是有点建成色 那我们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按住它不要放 用两个 其实都可以啦 我们用快速选取工具 记得哦 它会出现一个大小 那其实你可以从 上面去做调整 它的大小 那其实这个地方 我想细节部分 你可以再自己去try一下 那我们基本上就点一下 好你会发现哦 点击这个圈圈 意思是什么 它会去侦测你这个圈圈里面的相似颜色 会帮你把它选相似哦 那相似的程度上面可以调整 有越接近的跟越不接近的 那当然越 你就可以这样 那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只有选一个不够对 那你可以在旁边 再点一下 你会发现 他居然把整个吉祥物通通选起来 但是特别注意哦 他现在是选什么 选吉祥物的外面 并不是选吉祥物哦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怎么样 再把它做什么 翻转 所以在哪里呢 上面有个选取 选取里面有个叫反转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本来是应该要选吉祥物 可是我选到背景了 那怎么办呢 我把它颠倒过来 反转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只有选吉祥物了 不过哦 Ctrl-Auto-Z 可能注意一下虚线就知道了 这个是选外面 有没有 那我们来反转一下 这个是选里面的 所以各位要两边要能够知道哦 那不要这个如果知道之后的话 就很好搞定了 好 但是问题来了 Ctrl 加 有什么地方 看起来好像这边少了 少选了 这边虚线 这个都没选到 怎么办呢 所以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快速选取可以针对什么 就是相同颜色的选取 那如果说你要细节的选取的话 记得请你配合什么 上面这边 有一个叫套索工具 这个套索工具 就可以来搭配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没选到 可以把它加进来 可以 但是记得请注意一下 套索工具这里 接下来上面会出现一个面板 请注意一下 它预设是重新建立一个选举区 如果你现在直接点 它会把你原来选举区取消破坏掉 重新建一个新的 那就功亏一篑了 那你不要重来了吗 所以记得不是这个选项 旁边有个按钮 叫怎么样呢 从选举范围 减去 从选举范围 跟这里应该是 新增选举范围 应该是这个 预设是这个 新增一个 记得不要选这个 记得要选后面这个 增加选举范围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一些 有部分的选举范围没有选到 那你可以透过它新增 那可不可以减掉 可以 比如说你选到不应该选的 可不可以扣掉 可以 那怎么做 第一个 记得 套索工具 选择 增加 然后怎么样 把这一块选进来 但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这一块选进来 有个技巧 如果你要把外面的选进来 请你从里面选出去 如果你要减掉的话 从外面选进 外面选进来 这可能要做一次给各位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如果你要把这个怎么样 选进来的话 第一个哦 记得哦 坎臭加 那其实以后那个 如果你的解析 你那个图的解析度够大的话 就可以看到很细很细 有没有 所以合成照片哦 几乎可以做到没有破绽 可不可能 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放到最大 它每一个像素都看得很清楚 那你再去做处理 基本上几乎可以 看不到那个破绽 除非 它再放大 不过你放大也还是一样 因为我原来的像素没有破坏掉的话 基本上可以做到毫无破绽的地步 但是要弓非常的细 好 OK 那怎么做哦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一块选进来 那怎么办 从外 从里面选到外面 从里面 里面什么地方 随便一个地方 假设这边 出发 然后滑鼠按住不要放 对不对 记得哦 从这边 那弓要很细哦 有没有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弄得很细 所以我大概做一下 要回来 放开 有没有看到 从里面 把外面绕 可是如果说你实在是很粗心 这样子 诶 那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扣掉 可以 怎么扣掉 按它 刚刚是从里面出来 对不对 现在从外面进来 从外面怎么进来 从外面绕过来 看到边缘 因为这张图的解析度太差了 所以 其实你看不到边缘太清楚了 所以 为什么需要 相片来源 一定要高解析度 因为你在做那个后续处理 当然就很必要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加跟减 那底下的话 几乎都是加 比如说这一块 我大概做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比如说这一块 只要有阴影的部分 我就把它加进来 又加进来了 这一块 做个大概就可以了 绕一圈 滑鼠不要放 然后这边又一个 类似的这一块 这个当然 也不用很细 不然这个 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其实说真的 Fotoshop真的不是我的专长 OK 没有特别常常使用 我讲过 因为 在开学的时候 有同学说他想学Fotoshop 所以我就教Fotoshop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这东西理解就好了 不用死背 我大概知道 怎么做就OK了 好 做完了 那把它缩小 Ctrl- 好 这样的话 OK了 对不对 那再来怎么办呢 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背景 那怎么复制贴上 那就跟你平常用那个 平常做事一样 文字怎么复制 Ctrl-C 那怎么贴上 切到102这张图 Ctrl-V 不就过来了 很简单吧 OK Ctrl-C Ctrl-V 比较好了 一样嘛 你要先选取 像文字不是要先选取 选择 Ctrl-C Ctrl-V 比较好了 好 那过来之后呢 还要再把它变小 因为它 好像 第一个 位置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把它移动位置 OK 先到这里 今天大概至少就是把这个去背部分讲完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图去背了 去背其实主要是利用两个主要的这个功能 一个是快速选取 好 那其实另外你们也可以试试看那个魔术棒 那个魔术棒跟快速选取很类似 好 只是说它的那个选的感觉不太一样 那怎么去试 我想 你就找不同的图 去给它点点看一下 你就知道效果了 那上方都会有面板 请你再去微调就好了 它的效果做出来就不一样了 所以 那顶多就是说你可以到图书馆里面去找一本那个Photoshop的书来看 我特别注意哦 电脑的书籍哦 跟一般的那种文学性作品是不同的 你顶多充其量 它就是一个说明书 你千万不要把它拿来当小说散文阅读 你一定会吐血的 因为呢 那个文字一定是不通的 而且很多时候呢 它的语法真的还蛮怪的 完全是没有一点点那种文学素养的电脑书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那个电脑出版这个领域 为什么不能有一些文学的素养在里面 这倒是蛮奇怪的 就像电脑教学一样 就像我电脑教学 我喜欢用一些比较有文学素养的方式来诠释 一个可能会觉得死板板的一种东西 也许像我在教程式语言也是一样 程式语言啊 我去看别的老师教的 我真的会觉得佩服 难怪有些学生会听不懂 就是按部就 就是照表操课 这是谁会听得懂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一些 一些技巧 那说来话长 如果有兴趣的话 各位可以 请参阅 YouTube上面其他的东西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呢 去备快速选取跟细节选取 你可以用套手 那套手部分的话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部分之外 其实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套手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套手做得好的话 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像修图上面 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说你要把你自己变得漂亮 这些都要把他这两个功能 一定要熟练 为什么 因为你比如说某部分的话 你希望让他看起来 更 比如说不用素颜 你可以让他改一下 变成说他好像化过妆 甚至眼睛要变大 鼻子可能要变挺 脸要缩小 等等 类似像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先要做选取 细节选取的话 特别重要选取完之后 上方都会有一些功能 所以特别注意 当然这边有一个功能 这边有加跟减 另外有个语化 什么叫语化 不过语化好像我记得 好像在中国里面有个特殊含义吧 语化成仙嘛 居然在这边也有个语化 我刚才看到语化 我有点不能接受 语化 这不是成仙的吗 一直会一直联想到 他其实翻译的不是很好 用语化好像真的不太好 我觉得他应该叫什么 应该就是说柔化边缘 意思就是说你选完之后 他那个形状会很明显 那如果你希望选完之后 选取区域不要那么清楚的话 那个意思叫语化 OK 所以预设是零 就是很清晰 所以你要选得非常清楚 但是你如果只是要选个大概 那你可以什么 把这个语化加大 它的边缘就会模糊掉了 看起来没那么清楚 OK 那其他的话 消磁锯齿 他会自动帮你把锯齿 就是那个解析度不够 他会自己帮你补一下 OK 好那这边的话 再来的话 这边讲的 就是做完之后 把它贴上之后 那当然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事 第一个移动 那怎么移动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接下来就是这个移动工具 你只要用这个移动工具的话 把这一个 点这边 移动 它就会让你可以怎么样 移动 那移动它会出现什么 没有选 如果你出现这个的话 因为这边有两个图层 那你必须要告诉它 你要移动的是哪一个图层 也就是将来 如果你有很多个图层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这个图层之后 再来移动它 这个时候就可以移动了 如果说你 比如说你 这什么叫图层 你可以用什么 矩形工具好了 假设你今天 在这上面拉一个矩形 上面这边不就多一个图层 那你把图层呢 拉到底下 有没有 它就会在下面 如果你把它拉到上面 它就在上面了 这个叫图层 一层一层的嘛 那如果你要把它拉掉 删掉的话 以前你会记得用delete 可是记得 以后你要删掉的话 请记住 下面不是一个垃圾桶 你要不就点这个垃圾桶 要不一般的习惯 向下拉 拉到这个垃圾桶 放开 就删掉了 其实我印象中最早 其实Adobe最早 都是在那个苹果电脑上面run 最早在PC上面 是没有Adobe软体 为什么 因为早期 那个Windows 跑那个Adobe会跑不动 甚至跑的效果非常差 所以现在还蛮流行的 如果是美工人员 它也是用苹果电脑 所以你如果说将来 你要专业一点的话 也许你就买个苹果电脑 不过千万不要坏掉 为什么 因为像我一个朋友 有一天突然问我说 它那个苹果 Mac好像是Pro 还是什么 它说不能开机 怎么办 拿到那个苹果的原厂 开价 两万五千块 主机板更换 后来怎么办 要跑到光华厂厂 光华厂厂讲说 主机板更换 一万八千块 但是比较好 保固三个月 原厂是修完了 但是不保固 两万五千块还不保固 两万五千块可以买华硕的 那个笔记型电脑 已经相当还算不错的 没办法 苹果嘛 OK 你说苹果好不好用呢 其实我也买一袋苹果 不过我买的原因是 因为它长得太漂亮了 所以我买了之后怎么样 其实坦白讲 刚开始会带出去 后来我就很少带了 因为它长得太漂亮了 很怕它撞到啊 比如说包包一塞 会觉得好像很怕把它压坏 但理论上是不会啦 可是实际上好像 而且它有一个缺点 它的那个待机时间 其实坦白讲还是没有 像那个国产的 那个双A的那品牌 来待机来久 像那个随便一台 待机都五六个小时 不用 可是 我们是买那个Air了 Air大概顶多两三个小时 就已经极限了 那你怎么办呢 出门还是要带个充电器 还是要找插头 感觉好像不方便 算了 后来我就干脆都用那个 而且 那个其他的比较国产的牌子 它有一个优点 充电 你可以用什么 USB充电 有没有 那 苹果怎么样 它充电就是要专用的 那我想过说 那我买一个车用的 一看价钱 算了 还是 都是两千块起跳的 那你用再买一个充电器 随便都是两三千块起跳 所以想一想 算了 好 那这个是题外话 那最后的话 移动完之后呢 再来怎么样 把它缩放 那因为太大 怎么办 记得哦 用编辑里面的任意变形 记得任意变形 上个礼拜讲过 它的快速键是Ctrl加T 所以建议 可以把这个Ctrl加T给背起来 因为这个太常用到的CtrlT 缩放大小大概多少 其实用目测的 我觉得大概是CtrlT 上面记得先把这个锁接锁起来 因为它宽跟高要一样 我印象中大概是78吧 左右 78 好 那你这个地方 缩成7 那因为它宽跟高 会一起缩 然后你按Enter 好 那再来怎么样 移动它 要不要套用 把它套用一下 会不会太小 好像太小了 太小怎么办呢 CtrlAutoZ 也就是大概再调一下 这个是不是已经调过了 你们大概调一下 我印象中大概差不多78左右吧 这个好像是不是已经再调 如果这个不够 再CtrlT 不够大的话 没关系 再不够小 再调一下 大概90% 因为这个好像已经调过了 不够 然后再打勾 好 那你就是把它调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位置 位置调一下 太下面了 OK 好 反正呢 你越像越好 最好可以切过来 完全 Match 一模一样 那最好 不过应该不太可能 不用钻牛爪尖 主要是要各位理解 了解这个流程就可以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 不然今天先讲到这边好了 那请各位先把它存起来 下个礼拜一起教好了 那 再来就是下个礼拜这两个东西 OK 顺便呢 请各位思考一下 准备一个变化题 就是 也许 你可以做一个像耶旦节 或者是说 其他的生日 比如说你要住某个同学 生日快乐的 一个卡片 你自己制作 也OK 但太多变化了 好 那今天我想 因为时间关系到这里好了